我们来讲两个概念 这两个概念是BGP的制度汇总和同步 其实这两个东西在iOS新的版本里面 这两个东西都是被关闭掉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很多的文档都会提到这两个概念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概念抽出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一个BGP进程下面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随便在R21上面 我们比较修了 BRB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BGP的进程下 我们看到有两句话 一个叫什么 No Synchronization 对吧 这个我们发音这种 这句话的意思是同步 No同步就是把这个同步给关掉 那么正好我们一会儿讲的概念就是什么呢 同步 另外一个是什么 No Auto Summary 那么这个No Auto Summary是汇总 No Auto Summary就是把汇总给关闭掉 那么在新的iOS里面具体的哪个版本我说不清楚 但是现在大家平时做实验 所用到的这些iOS版本 这个汇总和同步 这两个东西都被关闭掉了 这两个东西都被关闭掉了 自动关闭掉了 所以我们看很多文章说 找了这两个东西 所以我们也把它拿出来讲一下 我们先看 同步这个概念 BGP的同步 BGP的同步 这两个东西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是路由器A 这是路由器B 这是路由器E 这是路由器F 那么这个时候A和B是个EBGP关系 那么E和F是个EBGP关系 B和E是个IBGP关系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将好PCP连接 那么A就把路由给B B呢把路由给E 那么E是否把路由给F E是否把路由给F 分在E上面是打开同步 和不打开同步 这两种情况 是否传给F不一样 在不打开同步 就是关掉同步的情况下 那么E呢 会把这个前缀给F 只需要有一个条件存在就可以了 那就是什么呢 在E上面 这条路由 它的下一跳可达 它下一跳可达 它就可以传 那么我们看BGP桥目 都有个下一跳 比如说我们在修IPBGP 每一个BGP桥目都有个下一跳 那么下一跳可达就是什么呢 你可以通过ICP可以到达 就你有去往下一条的路由 它就传 这就是关闭同步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看 如果说现在是关闭同步了 那么这个路由给了F 那么假如说G的路由前缀是这样的一个前缀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F有一个数据包 它的目的地要发往 数据包的目的地要发往这个10.1.1.1 就是这个地址的时候 那么F是不是会要把它传给E对吧 没错吧 那么E收到这个数据多了 就会利用这个TCP连接把它给B 是不是啊 不是啊 前面我们就是这个就是 发布路由对吧 我们前面发布路由 可以用TCP连接跨越多个节点来发送 对吧 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讲 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条路由存在 对吧 这是发布路由 但是呢 我们在转发数据包的时候 只能是什么 逐跳转发 那么当E收到了这个数据包 目的地为它的数据包的时候 它不能根据这个TCP连接把它发给B 它只能下一条转发给D 对吧 但是对于D来讲呢 它有没有去往这个目的地的路由呢 显然是没有 对吧 没有的话就只有什么 只有丢掉 那么就相对这个数据包进了一个路由黑洞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在不打开同步 就是把同步关掉的情况下 你把这个路由传给F 然后你就引来了数据流 实际上你引来了一堆你完不成的任务 对吧 因为你不能把这个数据包顺利的转发到目的地里面去吧 那这个时候 要想把这个数据包 把这个路由出去 然后引来的数据包我能够把它顺利的转发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求什么呢 路由器C 路由器D 都要有去往这个10.1.1的这个路由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这个数据包就可以正常从我转发出去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增加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是什么呢 对于路器E来讲 对于路器E来讲 必须要满足 同步的条件 你才能够把这个路由 给这个S 那这个时候 同步的条件是什么呢 同步的条件是 对这个同步 是指的谁和谁同步呢 是指的是IGP和IBGP的一个同步 那具体的规则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路器E 从IBGP收到了10.1.1.0-24的前缀 同时E还从哪儿收到呢 IGP就收到了10.1.1.0-24位的前缀 就是它既从IGP学到也从IBGP学到 那么这个时候就同步了 那么同步了之后 你就可以把这个前缀传出去 好 那么如果你从IGP学到的话 意味着你整个IGP域里面的其他的设备 都有这套路由了 对吧 那么一点意味着这个DC也有了这个10.1.0-24位的路由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引过来的数据包 D和C就会帮我们做转发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IGP和IBGP同步的情况下 才往这边传 但是我们前面讲到同步自动是什么 被关闭的 那么既然同步是关闭的 也就是说一我收到了这个 这个BGP的路由 我就把它传出去 我才不管你们是否有路由了 那这个时候流量就引回来了 引回来之后必须要让他们也有路由 那么如何让他们也有路由 我们在后面讲 但是我们来看 这个IGP和IBGP同步 他们的本质是什么 就他们的外在表象很简单 就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说当我从IGP获得路由 我决定是否把它通告给EBGP 是取决于我从IGP是否也收到路由 这就是同步的一个条件 对吧 如果我从IGP也收到了 那就同步了 同步了就把它传出去了 对吧 但是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是借是否同步来判断 IGP域里面是否存在路由 因为我从IGP学到了 说明IGP域有这条路由 那么有这条路由 这个流量我引回来 就不会把它扔到什么 路由黑洞里面去 这是它的本质 但是我们外在的效果是什么呢 IBGP学到路由 但是IGP没有路由 那么这时候BGP路由就不优 不优就是什么 没有那个什么监控号 那么既然不优的话 我就不把它传给我的EBGP平均 我们前面提到 你BGP要传一条路由 给你的邻居 必须这条路由在你上面是什么 最优的 那么既然都不优 那肯定就不传 对吧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外在的效果 好 那么怎么样来实现同步呢 怎么样实现同步 怎么样让这个E 既从IBGP学到 也从IGP学到呢 那我们可以 把这个BGP路由 从分布到IGP来实现 对吧 假如我在这个点上面 把BGP路由 从分布到IGP 那是不是他和他 他都能够通过IGP学到 那这个时候 对于他来讲 就既可以从IBGP学到 也可以通过IGP学到 那么优了 传出去 那么这是BGP同步 但是千万记住 通过BGP同步的方式 可以消除 内部的路由黑洞 对不对 可以消除内部的路由 但是又带来什么不好的地方呢 肯定有不好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都不用这个方法 我们直接把同步给关掉了 我们完全不检查 这个路由是否从IGP学到 我就把它传出去了 不好 不好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 IGP里面 要去承载 BGP的路由 BGP的路由 是一个海量的一个路由 IGP设计来 就不是去承载海量路由的 那这个处理将会让IGP 不堪重负 受不了 所以说 不能打开同步 但是不能打开同步 也要往外传 那这个时候就已经 会有一个什么路由黑洞的可能 那我们只需要去解决 路由黑洞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可以关闭 BGP的同步 好 我们接下来讲这个汇总 那么你看这PPT的汇总 这是什么 缺险是死能的 其实不是 缺险不是死能的 缺险不是 那么我们 这个如果死能 制作汇总 在哪些情况会生效呢 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做有类宣告 会生效 什么叫有类宣告 就是我们宣告的是什么 主类网络 对吧 这有类宣告 这个例子我就不举了 因为我们昨天讲过 有类宣告 第二种是什么呢 我们把IGP 重分布进 BGP的时候 制作汇总 也会生效 那么我们演示一下 第二种情况 那么比如说 我们在R1上面 目前我们的制作汇总 是被关闭的 对不对 那么现在打开 这种汇总 Youtro BGP200 然后是Auto Summary 对吧 那么我们说 重分布的是生效 比如我们重分布 OSPF到BGP里面去 那这种去修IPBGP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R1的这个BGP表里面 所看到的这些路由 它的这个边界都是什么 主类边界 对吧 这些都是A类路由嘛 都是主类边界 但是我们现在打开 制作汇总 对于我们学来的 那些明细路由 非主类边界的路由 生不生效 显然是不生效 对吧 制作汇 制作 重分布的 制作生效 那么在我们打开 制作汇总的情况下 我们的宣告呢 也可以分 有类宣告 和 无类宣告 在打开制作汇总的情况下 注意 是支持 无类宣告的 比如说 我们现在R1的 环辉扣0 是32位的 对吧 那如果说我们要把它 宣告到BGP里面去 我们用无类宣告的方法 把它宣告进去 比如说就是11.1.1 mask25.25.25.25 那这时候我们去看 我们的BGP表里面 有没有呢 有 32位的 也就是说在打开 制作汇总的情况下 支持 无类宣告 刚才我们讲 制作汇总在 缺行的情况下 是被关闭的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啊 我们 想 我们汇总的目的是 要减小我们的这个 前缀的数量 对吧 路由的数量 但是呢 我们不是想通过 制作汇总的方式 而是想通过什么方式呢 手动汇总的方式来减小 路由的条目数 而不是制作汇总 好 这样呢 我们就把 这个大家看到比较多的 两个概念呢 一个是制作汇总 也是同步的 我们就把它讲完了啊 我们就把这些人的 都给我们看完 我们就把这些人的 我们就把这些人的 都给我们看完